前不久我在视频当中跟大家聊到 荷兰宣布将限制阿斯麦给咱们提供光刻机 当时我在外网上看到有网友嘲讽道 可怜的中国如今只能用电饭包做芯片了 还有人跟进回复笑哭的表情一拍 今天我想大声告诉这个网友 和很多很多等着看我们中国笑话的人听 我们中国国产的光刻机来了 是真真正正的来了 根据公布的首台重大技术装备 推广应用指导目录2024年版 在电子专用装备目录下 集成电路设备方面写着 浮化亚光刻机 光源193纳米 分辨率小于等于65纳米 套克小于等于8纳米 这不是我第一次讲的光刻机 但是每次我说到咱们国产的可能性 就有很多人说我是字还是胡说八道 那么今天我们可以大大方方的说出来了 因为这可是咱家工信部网络上的资料 我们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 事实证明该来的总要来的 好菜不怕碗 是金子迟早要发光的 想当年当我国科学家 前往荷兰阿斯麦公司参观的时候 他们的公司高层竟然嘲讽的说 即便把图纸交付给你们 也无法造出光刻机来 曾几何时 我们自己的专家学者教授 都看不起我们自己 不认为咱们有可能造得了光刻机 光刻机全世界不是中国 美国都造不出来 中国都没造出来 不可能永远造不出来 它是一个国家的整体世界的表现 整体世界我们本家差100年 差50年 因为它涉及到很多很多的修改 很多很多的基础性的东西 这件事情非常难 光刻机这台设备旁大无敌 它个设备多大的 想到你的集装强那么大 你想一个示威这么大 要多少架飞机的轮运出来 里面多少个零部件 一个国家做不出来 非常之复杂 但里面每一零部件 都有精密的不得了 精密的加工的程度 精密的程度 导致你无法想象 是多发出的几千分子 这位教授说了这么多 就一句话说对了 做得出自己的光刻机 那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 现在咱们不就有了吗 孵化亚光刻机的成功 必将减少我们对于国外设备的依赖 推动国内高端芯片制造技术的提升 特别是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 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 这项技术突破 为我们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带来了更多的战略空间 接下来不断的增强 自主设备的研发和应用 我们的芯片制造能力会大幅的提升 将在未来缩小与国际领先水平的差距 难是真的难 但是咱们中国优秀又有骨气的科技人员 就是凭借着顽强的毅力 卓越的智慧和无谓的勇气 在科技研发的道路上一路披荆斩棘 任何困难在他们面前 都不过是前行路上的绊脚石 根本无法阻挡他们奋勇前进的步伐 下面咱们说点技术背景 让更多朋友了解一下具体是怎么回事 众所周知光刻机是芯片制造的核心设备之一 它的技术水平直接决定了芯片的制成精度和性能 那么咱们这次的孵化亚光刻机 使用波长为193纳米的激光作为光源 具备极高的分辨率和精准的套刻精度 可以用于制造先进制成的芯片 虽然说它还不是最新一代的极紫外光刻机EUV 但是在7纳米以上制成节点的芯片制造中 仍然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的 它的意义是非凡的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总结这次芯化亚光刻机 技术进步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我可能会说 这意味着我们中国在芯片制造领域 实现了进一步的自主可控 连外国网友都说 不管一开始有多难 中国最终总会赢的 美国网友还自嘲的说 谢谢雷女士吧 中国人很爱你 你是中国半导体成功的美国这回忌啊 正所谓华山论剑 既分高下也决生死 在这场科技战中 不断出阴招的对手 恐怕要面临毁灭性的打击了 再往大了说 一直是迎难而上的 各种打压呀制裁呀拦住我们了吗 不反而让我们更有决心毅力 让咱们跑得更快了 就好像这次华为硬钢苹果吧 连外国网友都说了 感觉这么多年被打压的是苹果吧 越来越看不到创新了 怎么感觉美国是害了自己的公司啊 没错 当我们别无选择 无法依赖别人的时候 我们就一门心思搞自主研发 搞科技创新 所以这样的压力下我们都成功了 竞争对手是无话可说的 美国也无话可说了 毕竟实力到了纯靠自己 你们也只有羡慕嫉妒恨的份了 很多人不明白 为啥咱们要在这个时候 公布国产光刻机的事呢 咱们不妨大胆猜测一下 首先就是前不久 荷兰突然宣布要限制阿斯麦 给中国客户提供光刻机的售后服务 矛头指使DUV等高端型号光刻 而阿斯麦也说了 实在没办法 美国人给到了压力 所以今年他们将无法继续给我们出口 1980i等型号的光刻机了 面对着双重打击 很多外媒也跟风狂彩 高喊着 缺失光刻机 中国新预实现弯道超车 恐怕要失败了 可是如今我们国产的光刻机来了 这时候我们公布于天下 无疑是给力的 也让那些给我们下搅拌的 嘲笑的所有的外国人 都无地自容了 第二个原因呢 个人感觉跟最近 华为三折叠手机的横空出世 寂静四座也是有关系的 相信很多朋友也关注到了 已经有网友用Mate XT 实现了裸眼3D的效果 简直不要太震撼 而这款手机的品质这么高 还很薄 各方面都这么优秀 从它出来就有好多人在议论了 这到底用的是什么芯片啊 当然坊间的种种猜测呢 我就不说了 省得又有人说我是无根据的胡说 但我只想说一句 这次咱们在这个时间点 公布了国产光刻机 那用咱们自己的光刻机 到咱们自己的芯片合乎逻辑啊 这事您细想 有没有点啥联系呢 有人总是说 坤姐你是太自信了吧 我就想说呀 别说是咱们中国人自己了 就在前不久 荷兰对咱们限制的消息一出啊 我就看到外网网友们都在说 你们等着看吧 中国人的意志力和决心是势不可挡的 这让你们的表演显得非常愚蠢 还有人大胆预言 当中国最终造出自己的光刻机时 阿斯麦会哭死的 今天美国对中国芯片产业的霸凌 就是昨天美国对于中国的航天发展的遏制 我们将看看这些激进的欺凌行为 最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吧 还有人说 五年前美国对华为打压时 大家都在说华为完蛋了 五年后华为利润增长超过40% 如果荷兰实生限制不仅会伤害阿斯麦的商业生育 还会影响未来他自己的生存 而中国光刻机制造将取得进步 就像五年前中国的芯片产业一样 有网友嘲讽道 干得漂亮啊美国 你这就给了中国一个更强大的驱动力 要独立做自己 很快中国人就会有自己的光刻机了 到时候阿斯麦就傻了 如今可能是阿斯麦时代终结的起点呢 看到这些外网的评论 我就反问一句 那些对自己家不自信的人呢 你们情何以看 而且咱说光刻机的研发和生产 可是涉及到众多的零部件和原料供应商的 国产DUV光刻机的问世 会带动国内相关产业链的发展 比如光源光学系统控制系统等零部件的生产企业 从而促进我们半导体产业的整体提升 说到这儿 那些工资反对1450们一定会反驳 说咱们就算有了光刻机也没人家的高级 没错 孵化亚光刻机虽然还没有达到极子外光刻技术的精度 还没办法立即生产目前全球最先进的5纳米 或者更小制成的芯片 但它可以支持7纳米及以上制成节点的芯片生产 通过这个设备 比如华为就可以加速推动自主芯片的制造和供应链的本地化 那我们不就能逐步减少对国外先进光刻设备和晶圆代工厂的依赖了吗 道理我讲的挺清楚的 希望网络上那些惯用此套路唱衰的选手就此作罢吧 每次都是这样 当初我们开始发展自己的汽车就有人说了 再怎么弄能比得上人家吗 我就感觉吧 有些人可能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 都是不用学走 直接就会跑了 以后可能还会飞吧 从始至终我都不是那种只贩卖情绪价值的人 我们要理性的看到我们的差距 就拿这次孵化亚光刻机来说吧 我们要明白全球顶尖的光刻机市场 依然由阿斯迈等少数几家公司垄断 特别是在更先进的EUV领域 但是我们会不断加大技术研发的力度 我相信打破芯片制造瓶颈 实现全产业链自主可控指日可待 这是基于我们目前取得的突破 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们中国人努力进取的精神 还有对我们的科技进步充满信心 过去我们冲破了重重阻挠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 我相信未来等待我们的会是更大的奇迹 为什么我会这么有信心呢 因为多年来面对外部的重重压力 我们国内的科研团队和企业 迅速做出了响应 加大了自主研发的投入 中国芯片产业从没有退缩 而是不断向前 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 华为成功达成了突围之际 搭载麒麟新的Mate60系列和P70系列 炙手可热 一度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 中芯国际近年来不断建厂 扩大生产的规划 有数据显示 中芯国际已经成为全球第二的 锤类晶圆制造厂商 而我们中国今年上半年的芯片总产量 已经达到2071.1亿枚 出口总额于5400亿 我们距离70%芯片国产化的目标 是越来越近了 同时我们也在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 更多国内企业在光刻机研发上 取得了成果 能不能在全球芯片产业链中 实现弯道超车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最后一句话总结 中国芯片产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和决心向着更加辉煌的未来迈进 正如历史无数次证明过的那样 任何封锁和打压都阻挡不了 我们这个民族前进的脚步